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未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这座城市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说到厦门产业的发展 创新和开放无疑是两大最耀眼的关键词 作为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厦门的新兴产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 而作为厦门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 厦门软件员这几年的发展也颇为引人注目 有数据显示 软件员总体营业收入从2008年的9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01.2亿元 八年间增长了6.8倍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上升 今年上半年 软件员完成营业收入347亿元 同比增长21.7% 厦门这座城市正以创新和开放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创新创业思想的年轻人的到来 而这些年轻人以用他们的梦和理想 助力厦门新兴产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在软件员二期的园区内 有一家名叫杨驼先生的公司 2014年初成立至今 这家公司从最初四个人的团队一路发展到20多人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地的90后年轻人 他的创始人之一就是这位来自福清 毕业于厦门吉美大学的90后林伟玉 一开始创业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一方面是兴趣 一方面是希望说看能不能赚到生活费可以不像家里要钱 林伟玉说 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了创业的想法 而作为一名被称为网络原著名的90后 互联网就成为了他创业的最佳途径 我比较喜欢玩社交媒体 我很小就成了一些贴吧的版主 然后也运营了自己的Q空间 我的Q空间很早就有非常多的这种访客 然后再到后来这个微博的第一波 我也在上面注册了微博的账号 包括公众号 我们都是第一波的玩家 就是兴趣驱动了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意 林伟玉所创立的这家公司 主要是为企业品牌提供精准有效的新媒体营销服务 区别于传统的营销广告类公司 他们主要是帮助品牌做创业内容 然后以微博 微信为投放渠道 我们一开始是在通过微博的方式 引流到淘宝来做化妆品的电商 那过程中因为化妆品的电商做得还不错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商家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帮他们提供新媒体营销策划的服务 去年8月 公司开始进入网红电商领域 围绕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 打造穿搭领域的意见领袖 并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内容进行电商的变现 之后更是孵化了自己的女装品牌 说起这一路的创业过程 林伟玉认为 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得益于厦门这座城市 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新与创业环境 厦门在全国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好的创业城市 也有相对多比较好的高校 那高校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给这里创业创造的土壤 在软件园首先这个招人 其实是每家公司最大的难题之一 那软件园里面招聘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他的人才比较聚集 一方面这个附近的整个配套 包括住宅 包括这个商圈 都非常的成熟 并且这里面有一些 比较优秀的科技公司已经起来了 所以带来了一个产业的具体效应 有大量的人才愿意在软件园就业和工作 林伟玉觉得 正是因为厦门这座城市的良好环境 才吸引了一批来下创业和就业的年轻人 为整个产业的发展积攒了大量的人才 他们公司就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杨驼先生的副总裁王银光 来自南平 在他看来厦门这座城市特别适合有创业想法 或是有职业理想的年轻人 整个的这个城市的氛围是很温和很水和的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关系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厦门这个城市很适合有创业想法 或者说想做一些事情来得来 而一直从事创新创业指导工作的马云则认为 厦门的双创服务做得很不错 各区都有相应的扶持政策 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这对外地的创业者来说都很具有吸引力 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青年的话 来到厦门就是创业和就业都是非常好的 从创业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大的扶持力度 就是包括硬件和软件软性的浮化 你像硬件的话 市民区有专门的在软件二期都有专门 针对大学生和青创的这种浮化基地 都是免费的 软性的方面的话 就浮化方面软性浮化无非就是几块 第一个是资本的浮化 第二个就是技术的浮化 第三个就是人才团队的配置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厦门都是做得特别好 我们都知道 这几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 大学生创业可以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比例年年稳步提升 2013届 2014届 2015届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 分别为2.3% 2.9%和3% 而在厦门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2016年毕业于厦门理工学院的温旺志与林泽伟 是厦门七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他们的创业项目是将挤杆厨余食品工业废水 触目排泄物等废料投入设备中 加入团队研发的生物菌后 就能通过生物发酵高速产出氢气和甲烷 系统不仅不挑食 产清效率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这个项目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还获得了金奖 这个技术的话其实在早期已经有了 但是它的技术的话主要是我们的优势 主要就是在它的催化效率 现在已经达到目前的国际领先水平 一方面就是一些国群的需要吧 一些因为这一块人员的话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我却觉得是一个突破风口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对环境也是有益处的 由于林泽伟主修的专业是机械自动化 在整个设备运营当中 大部分都是由自动化控制的 所以在整个技术植入过程中 与它专业有很大的联系 不过林泽伟告诉记者 之所以他们团队开始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与他们毕业的院校 厦门理工学院为学生们提供的良好平台 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学校有明台合作 要求大三的时候去台湾交流一年 在2015年的时候 我到台湾去做一个交流 然后一年 在那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台湾的高校老师 然后从而在我们的交流当中 我们觉得可以把他们的技术 拿来大陆试推广看看 从2016年10月份成立公司 到目前拿到了沈阳市的批文 正在陆地建设 截止今年8月份 公司盈利已经突破300万元 从一个创意到最终成熟可落地生产的项目 林泽伟和翁旺志遇到了不少的考验 而让他们挺过难关的 正是厦门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员 在他们背后的支持 其实这段路 其实都是学校一直在带着走的 那从一开始 从创意 从当时的技术竿过来 整个落地 转化 这一块 全都是学校在帮助我们 那包括说提供了各种硬件设备 那还有一些软件的 比如说采法税的一些服务 配套的一些咨询 学校都一整套的帮我们在做这件事 那整体还是说提供了特别大的一个服务 让我们安心创业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 学校包括政府 配套基美区政府等等 厦门市都给我们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下 有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 不再按部就班的就业 而是选择了创业 甚至有些大学生在校内就开始搞项目 开公司 但是在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 创业成功率低 风险大的普遍情形下 如何让他们规避风险 为他们提供创新创业的大舞台 成为了高校近几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厦门理工学院一直非常重视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我们在09年就成立了 全省第一个的创新创业园区 然后16年底又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 朱文章告诉记者 近几年厦门理工学院搭建了一个 8000多平方米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建立了从创业描迫 创业孵化到创业加速器的三级连接平台 支持学生的创新创业 同时厦门理工学院还将创新创业的思想 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就是在这样的创新创业理念的培养下 从厦门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园 分化出了诸如7亿这样的好项目 虽然翁旺志和林泽伟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但仍然得到了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园办公场所等 各项软硬件的支持 在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园内 我们可以看到有在下大学生在7亿公司工作 翁旺志表示 目前公司在学校仍然能有一个免费的办公场所 这对他们创业的初期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们毕业的五年内都可以在学校享受到这些免费的服务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五年内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去 并能够赚大 我们项目包括说我们目前一起在 我们理工创业园的这些项目的话 其实都有很多的员工 那不仅仅只是说我们三四个联合创始人 那包括我们已经带动了十来个等等的这些人 学生大学生在我们这边就职 大四的这一年开始学习 我认为我的生活应该是向社会向去转变 那么在创业园的这一段实习的期间 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了很多 包括从企业的文化 然后企业的内涵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一村一战的这么一些技术 我觉得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关于厦门双创以及就业的话题 有不少网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觉得吧 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办法其实挺好的 因为以前都说大学生难找工作 但是很多大学生选择了创业 相应的也能增加一些工作岗位 我觉得厦门的双创工作做得挺不错的 因为厦门这样年新兴产业发展得这么好 都是因为创新创业工作做得不错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如果说厦门的新兴产业为年轻人提供了全新的创新创业舞台 那么厦门的传统产业多年来也同样为年轻人营造了打拼的空间 在厦门的支柱性产业 旅游意见内就活跃着不少年轻人的身影 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这个职业更加容易把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东西 把它分享给所有的人 所有来厦门旅游的游客 让他们感受厦门的美 感受厦门的文明 然后回到家里面说 我在厦门 厦门非常美 而且我在厦门还认识一个非常美丽的厦门人 因为他在厦门只认识一个厦门人 就是我 长方 然后他对厦门的印象 就是从厦门的美 厦门的人身上感受到 然后他对一个人的肯定就会对一座城的肯定 陆长方来自无锡 目前是厦门夏旅国际旅行社的一名导游员 从大学刚毕业到如今在厦门成家立业 他从事旅游工作已经快12年了 每次接团的时候 客人们都能在他身上感受到热情与温暖 因为每次带团 陆长方都会精心准备 仔细查询相关资料 就比如在植物园 陆长方对每种植物都能侃侃而谈 哪里植物不知道 我就会用手机摆动一拍一下 他立刻就告诉你答案 然后自己再不断地吩咐一下这个知识 因为大家出来旅游 最主要是要很开心 对吧 你的讲解你不可以很书面的东西 因为你不是在上课 那你的讲解是非常生动的 然后结合一些人文东西 非常生动有趣地给客人介绍 而客这个时候结合他们的生活 他们才非常愿意听你的分享 陆长方告诉记者 厦门作为国内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目前大约有四千多名导游员 由于市场巨大 如今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一队伍中 也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因为这一平台爱上厦门逐渐成长 你没有两年或者三年 这个时间的积累那是不行的 你自己首先爱上这个职业 然后你还爱上这座城 你才能从内心里面把它奔发出来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1到6月 厦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499.54万人次 同比增长14.98% 旅游总收入534.4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9.22% 全国优秀导游员 同时身为厦门观光国旅 助理总经理的张静峰 告诉记者 导游是一个需要同时具备 身体素质 文化素质 心理素质的职业 但目前在厦门的旅游行业当中 本科毕业生数量相对较少 因为他希望 未来能够有更多本科以上的 高素质的毕业生 投身到旅游行业当中来 这个行业永远都是属于阳光产业 这个行业当中 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往标品化方向发展 就标准化方向在发展 而且这个行业呢 因为旅游已经成为 中国公民 就是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那么既然是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以后的发展前途 一定是会越来越阳光 张静峰说 近几年 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的 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 而互联网旅游一直在蓬勃发展 正好凸显了这一点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们目前也越来越喜欢启用85后 甚至90后的年轻人 因为呢 他们在一些思维方向上面 包括产品设计上面 包括服务的一些创新上面 他能够把握出时代的一个脉搏 把握出现在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 有特色的产品 就是因为我们也意识到了一点说 这些人呢 他的思维方式会代表着未来的 消费群体的需求和方向 所以我认为呢 旅游业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创业的一个平台 关于厦门旅游行业的创业和就业话题呢 有不少网友在平台上留言 我们一起来关注 厦门作为旅游城市 旅游产业比较发达 能提供不少的就业岗位 但是导游的数字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 还是希望多一些高数字的人去当导游 现在人们对旅游的需求很旺盛 但是大家的需求又各不相同 我觉得可以成为年轻人新的创新和创业的方向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厦门的新型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蓬勃发展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给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和创新创业的舞台 创新就是要大力推进创新发展 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开放就是要大力推进开放程度 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 将创新和开放设定成城市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一个创业就业更加活跃的厦门 就必将呈现在我们眼前 好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广播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